今天最新的民調韓國瑜輸13% 所以當然我們還要再看下禮拜的民調 不過看起來這個13%到12% 這個穩定的差距呢 我不相信這個會有人 賭徒會 想賭的人會認為韓國瑜會贏 所以他錢不要了 他錢拿去 反正這個錢不在乎了 所以你現在看到網路有現在這些傳聞 就是可能會再利用操縱賭盤的方式 來把韓國瑜撐起來 你覺得這是未雨綢繆的說法 我覺得用這個方式操作 也是有可能 但是有沒有人會相信 我們先問家義地區 家義地區 家義地區其實過去選舉賭盤都非常興盛 那賭盤現在大概 我聽到是沒有人在賭誰會贏 而是賭會差多少票 就是說蔡英文跟韓國瑜之間差多少 到底是200萬票還250萬票 所以大家是 你說幾票 200或250萬 真的假的 你說大家義地區 大家義地區 大家有人開這樣的盤 就是差200萬票或是差250萬票或是差150萬票 這當然每個人判斷不一樣 但是賭盤有一個效果是什麼效果 因為我要參與賭盤 我是實際要拿錢出去的 所以這跟我的利益有關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會希望如果我是150萬票的 我賭這個150萬票的 我會希望韓國瑜輸少一點 我就會認真幫韓國瑜拉票 那過去在比較接近的選舉裡面 賭盤確實扮演這個關鍵性的角色 但是在總統的選舉裡面 老實講賭盤的效應看不太出來 比較看不出來 所以現在有的人會覺得 因為會覺得民進黨好像很怕民進黨 搖搖搖搖搖搖搖 這個我們還是非常小心謹慎 還是小心 但是賭盤也一定會操作 最近一定會操作什麼 操作說你看讓分接近 讓分接近 就越來越接近兩個 其實沒有差距13% 14% 我們在民調看的沒有差那麼多 有可能10%以內 所以大概過兩個禮拜就會有這樣的盤 接下來又越來越熱 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 一开始还有这个主头是 韩国瑜赢蔡英文10万票 一开始是这样 现在反过来是改成 从今年9月份开始换盘 整个换盘 变成是蔡英文赢韩国瑜20万票 现在又增加 现在又最新 因为主头不断在看我们的民调 不断在看那个情势发展 现在反而变成蔡英文赢韩国瑜50万票 那刚才我已经想说 现在可能再拉高 变成200万 但是后来250万 这还要再看后来的发展 但是如果说是 这个民众来讲 他也在看这个赌盘的结构 那有赌的人 他也是跟这个 他也把他自己的财产 跟这个赌盘 还有这个选情是绑在一起了 不过我必须要讲说 刚才那个光琴说 韩国瑜的行政经验 只有中和市的副市长 中和市是什么概念 现在叫新北市中和区 副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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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区长要去当了 你可能想象一个中和区的副区长 去当了新北市市长吗 去干洪友宜这个位置 你看那个位置要 这个等于是做火箭上去了 所以他基本上 他的行政经验 以前这个怎么够呢 所以我就大家会质疑嘛 不过我现在看就是说 他现在被人真的 大家讲天马行空 到哪里去就讲一个什么 不过我不需要肯定他 就是说他还知道要更正 他还知道 就是说他本来说这个高山要设升旗台 第二天他发觉不对了 他还表示他还是一个 他还不是说执迷不悟的人 我讲了我就决不改 表示他还知道说 这点表示他还算是一个正常人 就是说我发现我讲错了 我还要做更正 否则一般如果是一种执迷不悟的人 是否则我就是这样讲 我就要硬到底 这种人也有啊 那种偏执狂 可是韩国瑜他也知道 他失言了 那我觉得他现在张善政 每天帮他善后 我就必须要讲 韩国瑜到最后 跟他搭配的人 我看也只有詹善政 那詹善政对他不气不离 而且一直跟着他 这样子 间谍情深 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张善政 可能张善后之后 他能够成为韩国瑜副手 我认为他的可能性又增加了 因为能够担任善后这个工作 是不容易了 所以这次没有善后 善后没有善后 这次就变成说善后没善后好 善后没有 救援投手变爆头 那救援投手变爆头 但是终究还是同一队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 这样子未来 在磨合当中也会增加默契 下次在救援的时候 应该就不会那么 那么辣 辣辣了 对不对 我真的 breathe 你想要cios enthusiasm 如果你 我愿意 优优独 哈 你好 你说 你的